12月1号起 台当局管制学生赴大陆交流 台媒评论称 政治之首再深进校园 韩国瑜称假民调迷惑人心 呼吁粉丝拒绝民调 台媒报道指出 美智库正研议与台湾签署 所谓具有官方性质的联合公报 美台频繁互动 给台海局势增加了哪些风险 稍后热点透视 邀请到两岸嘉宾为您详细解析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湾教育部门已经设立了 复路教育交流活动登陆平台 要求各大学自12月1号起 凡是以学校名义 组团赴大陆进行教育交流 都必须事先登陆平台提前报备 台湾舆论质疑 这是蔡英文为了选举 再次将政治之手伸向校园 据了解 岛内不少大学 都已收到复路教育交流活动 登陆平台操作手册 手册说明从12月1号开始 以学校名义组团赴大陆地区之 教育交流活动 需登陆该平台报备 要求严格把关赴大陆交流的 所有细节 另据台媒报道 平台登陆分为两个部分 一项是针对高中以下学校 另一项则是针对专科以上学校 显示此次台当局管控 两岸文教交流 不再只限定大学 高中以下学校也要汇报 根据中时电子报对此报道 民进党执政以来 绿色恐怖的戏码 一再在校园里上演 两岸文教交流 是双方互动多年来 所累积的政治红利 台湾教育部门 如今限制台校附录 但详细阅读相关公文 最常提及的是附录交流 不应有政治性目的 但什么是违法 违法的程度与范围何在 都没有具体说明 让学校根本无法了解 违法的红线在哪里 既然台教育部门要限制 就讲清楚 不要只会将两岸文教交流 扣上所谓统战的帽子 这是将政治之手 再次伸进校园 旺报28号报道称 从所谓中共代理人法 所谓安全无法 所谓反渗透法 再到强推附录教育交流活动 登陆平台 看得出蔡英文当局 在两岸政策上 总无法摆脱对抗思维 尤其在两岸官方 中断联系的情况下 教育交流 民间交流 更是增进双方理解的 重要途径 绝不是洪水猛兽 面对2020选前 民调满天飞 国民党候选人 韩国瑜28号公开 呼吁支持者 一举定生死 连日来 韩国瑜民调暂时落后蔡英文 但对于民调 能否测试到真正民意 产生极大怀疑 韩国瑜日前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太多有心人 机构 利用假民调迷惑人心 打击支持者 也有很多人担心 遭到政治报复 而不敢表态 因此现在的民调 已经无法测出真实民意 他呼吁支持者 自28号起 接到民调电话 一律拒绝回答 一概说不知道 韩国瑜在这里 提出郑重的呼吁 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从今天开始 接到任何民调的时候 一概说不知道三个字 我们就让所有假民调的单位 一口气 让他们真正测不到 所有真实的答案 韩国瑜同时举 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的例子称 选前他的民调都比对手低 但最终还是由他获胜 国民党在2018年 九合一选举的大胜 曾经被认为是翻转了 台湾政坛北蓝蓝绿的布局 而在2020选举之中 台湾22个县市的蓝绿版图 也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重新洗牌 一起来看驻台记者 为您分析的2020台湾选战乱局 熟悉台湾政治生态的人 一定都听说过四个字 叫做北蓝蓝绿 那么它的意思是说 在传统来看 以台湾中部的着水溪为界 北台湾蓝营势力占优 而南台湾则被称为是绿色大本营 不过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之后 这样的一个局势 似乎有瓦解的倾向 一方面是国民党籍的韩国瑜 拿下了民进党执政20年的高雄 而选民结构一项蓝大于绿的桃园 则是由民进党籍的 郑文灿高票连任 那么当时就有分析说 蓝绿双方的传统优势现实 现在已经不再是选票益助的保证了 高雄 宜兰之于民进党 台北 桃园之于国民党 选举结果都足以为证 来到2020选举 北蓝 南绿也已经在台湾的 选民结构不断变化中悄然重组 有台媒结合民调数字分析称 如果以一方阵营拥有一成以上的 铁票优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台湾的22县市中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宜兰 可以称得上是铁绿县市 而台北和苗栗 连江 金门 被称为铁蓝县市 再加上浅蓝 浅绿的力量 虽然国民党在地方县市 拥有执政优势 但整体来看 总体版图仍是绿大预览 民主党从一开始的爱河 到后来的左水溪 到后来的大甲溪 到接下来的再往上走 可能到最后到淡水河 所以我想这部分的整个情势 确实对国民党来说 必须要去面对 就是它过去至少 可能过去还讲说叫做 南绿 北蓝 国民党过去的票仓 现在都开始动摇了 那这个动摇虽然还不至于 到民进党大获全胜 但是确实就如同一些描述的 还开始出现一些犹疑 所以显然的是国民党的松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基隆 新北 桃园 张化 南投 花莲 台东 澎湖等摇摆县市 就成了各方必争之地 大概都是因为中间有一些 其实新有五党籍的人出来 然后改变了他选民的结构 然后越来越变成其实是在选人 不见得其实是完全在选党 以新北的板桥来说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的摇摆区 它在2012年的时候 两席都是国民党籍的 到2016年两席都是民进党籍的 所以它不像是传统的区域一样 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蓝或绿谁比较大 目前为止几乎就是一比一 所以这些所谓的中间选民 会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选战点 所以我们当然就会用 比较多的一个政策 还有包括一些所谓 地方基础的一个建设 来吸引大家的一个 所谓选民的一个支持 2018的九合一选举 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而面临到2020的选战 北蓝蓝绿的格局 究竟是会在第三势力的 搅局之下彻底的瓦解 还是在蓝绿的重兵回防中 重新建立呢 露似谁手还未可知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摇摆现实的选情 也将成为2020选战走向的 关键点 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 台北的报道 据台媒报道 美国亲台势力酝酿把美国在台协会升格 政治提出与台当局签署所谓公报 由台湾舆论担忧 若台当局一味配合 恐将把台海逼上火线 美方为何近期大打台湾牌 美台互动又会给台海局势 增加怎样的风险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美智库窜短升级美台关系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近期美国贫打台湾牌 台湾媒体指出 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 正在研议与台湾前属 具有官方性质的联合公报 并让美国在台协会升格为 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络办事处 有台湾舆论警告称 蔡英文当局如果一味地配合美方 恐将把台海逼上火线 为何美方近期大打台湾牌 美台频繁互动 又给台海局势增加了哪些风险 好 就这样一些话题 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 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 教授邱毅先生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欢迎二位 李鸿好 苏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鸿好 邱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要升格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媒报道 美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 执行主任石敏凯 近期以上海公报为发想 认为可探讨比照当年做法 反过来与台湾签订 所谓具官方性质的联合公报 推动美台关系所谓正常化 并且提出让美国在台协会 直接升格为 美国驻台联络办事处 加之美国共和党议员克鲁兹 近期酝酿抛出 所谓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美亲台势力动作频频 引起各方关注 有台湾舆论警告称 蔡英文当局 如果一味配合美国鹰派 恐将把台海逼上火线 那么首先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 美国的2049计划研究所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智库单位 那么它在美国的整个的政界 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它想进一步地推连和公报这个事 首先说这个2049计划研究所 从这个名字来看 就充满了对中国的满满的恶意 2049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节点 是因为当前特朗普总统 他的对华政策的顾问白邦瑞 在2015年的时候 写了一本书叫《百年马拉松》 所谓的《百年马拉松》 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从1949年到2049年 在100年间有一个雄心壮志 就是要超越美国 争夺全球的霸权 这是他书中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所以这个2049大家可以看出 其实就是美国警惕中国背后的一种反应 而这个2049的研究所 它的这种主办人 同样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应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个叫薛瑞福 就是当前的助理防长 还有一个是阿米蒂奇 也就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 这两个人在对华政策上 倾向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对中国要极尽所能 进行防范遏制 所以他们俩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 从成立之初 尽管这个规模看起来并不大 但是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尤其是他们动用了此前 自己的一系列的这种人脉和影响力 推动这个研究所发展 而这个研究所 它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就是如何来应对中国 来为美国政府建言宪策 在应对中国的过程中 挑动台海局势 打这个台湾牌 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内容 所以此时他们提出 一系列的这种动向 包括要升格这个AIT的 这种级别等等 应该说是既有的 所做的一系列的这种 对华反华工作的一个部分 是有这种一脉相承的 这种性质的 我们看到台北办事处 之前是民间机构 那么如果升格了 就变为有官方性质的机构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是美国打台湾牌 其中的一环 所以这个2049的 计划研究所才大言不惭地说 他要把他这个建议 在美国的国会山里面 那么大量地传播 让这些议员能够接受 让议员能够 在国会里面正式地提案 那第二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公然地把美国的手 伸到了台湾的选举中 公然地帮蔡英文来助选 为什么 蔡英文当然高气 因为如果这一个AIT 能够升格为具有官方性质 那蔡英文就会大吹特吹了 他怎么吹 三点 第一点 他可以吹说 美台关系达到空前 你看 以前国民党做不到的 蔡英文做到了 民进党做到了 美台关系达到了高点 好 那第二个 国民党过去一向强调 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 是比民进党要好的 好 那现在 蔡英文能够让AIT 具有官方性质 能够升格 那基本上 那就盖过了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是民进党 蔡英文要连任 最大的竞争者 他这一来把国民党的 优势给压下去了 第三个 蔡英文要收服台湾独派的心 他这样的一个 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 这个建议一出来的话 台湾的独派欢欣鼓舞 独派本来对蔡英文的 台独路线不怎么满意的 认为蔡英文的台独路线 走得太消极 走得太远回 走得太不够热衷 那么现在蔡英文可以 谈恨黄之地说 你看看 我达到了成果了 AIT升级了 一中一台更明显了 所以一边一国更明显了 所以对蔡英文来说 他可以稳住独派的心 本来蔡英文还担心 祸起萧强 所以才用赖清德做他的副手 那现在一来 把独派已经收住了 他的本就雇住了 对蔡英文的连任选情 更加的有利 可是我综合来讲 蔡英文为了选举 跟美国勾结 搞了这么一招 但是对台海好吗 对台湾好吗 对两岸好吗 他不会把两岸 引入了一个更紧张的局面 甚至在台海里面 引发了重大的危机吗 那么如果说美国方面 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建议 或者是联合公报 那是不是符合中美之间 之前做的协定呢 而即便是把他的 美国在台北办事处 升格为官方的性质 可是他工作的内容 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那这样的升格 是纯为升格而升格吗 应该说我们有一个 基本的判断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2049计划研究所 或者是美国国内的 其他的反华的势力 跳得格外的高 试图制造一些事端 一个重要的背景 是他们认为当前 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 而这个浑水摸鱼 就意味着当前中美关系 确实存在一系列的 这种矛盾摩擦 挑战似乎是在上升的 这种态势当中 所以他们认为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此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 一系列的这种愿景 或者是计划 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 是有可能实现突破的 所以这就是浑水摸鱼 就要借这个混乱的这个时机 来推动一些 看似非常冒险 实际上具有一定的试水性 甚至是一些这种试探性的动作 而包括这个与台湾方面 发表这个联合公报 或者是这个AIT的升级 其实都属于这样的性质 就是美国国内的 这些反华势力认为 当前可以把台湾 打造成一个利刃 或者是一张更有用的牌 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挑战 来在中美关系 这种博弈的过程中 有更多的筹码 这是一个核心的这种议题 但是同时 在这种试探的过程中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样的一种试探 在美国国内 这种反华情绪上升 各方都纷纷 以这个反华 来标榜自己的背景之下 会产生一些突破 而一旦突破之后 会产生非常严重的 溢出的效应 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强烈的反弹 而此时美国可能接不住这个招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2049的计划研究所 它在探讨相关方案的时候 也有探讨中国大陆 会如何进行反制 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就说明了 他们知道 一旦出现了这种质变 或者是突破之后 它所产生的一些的反应 美国是必须要接招 必须要应对的 而另外的一种情况 就是这样的一种叫嚣 仅仅是叫嚣而已 就是不管是AIT升级 哪怕是象征性的 肯定也是做不到 但是至少打出这样的一张牌 给台湾方面一些 所谓的正向刺激 让台湾当局更紧地 抱住美国的大腿 对大陆制造更多的这种麻烦 在台海点点火 也就达到了他们的一些目标 而最后的一种这种前景 可能是这种方案一提出 立刻会引起中美关系之间的 更强的波动 而在美国国内 对于中美关系失控的 这种声音会上升 此时踩刹车的人 可能会更多地出现 这也是未来可能出现的 一种前景 美侵台势力近期频频动作 异于何为 台湾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举动 无论说未来 有没有可能落到实处 那么对岛内的 整个选举的情势来说 它势必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和波澜 所以说岛内会如何来看待 这样的一个举动和问题 台湾内部 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2049计划研究所 所提出这个建议 除了刚才讲到的AIT升格 具有官方的性质 台北之间要签有 官方色彩的联合公报以外 那么另外美国的参议员 过去跟台湾也非常友好的 也是台湾连线里面的 核心成员的克鲁斯 也提出了所谓的 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这三招出来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很简单 就是要为蔡英文的选情加温 要给蔡英文的选情 让她天心真才 让她能够选情更热 来帮助 公然的帮助蔡英文选举 这个目的非常的明显 我也非常同意刚才 苏教授提到的 有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混水摸鱼 蹭火打劫 这些过去所谓的反华的力量 这些过去想要遏制 中国大陆发展的力量 这些具有强烈的霸权主义 跟冷战思维的保守势力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一则要把黑手伸到台湾的 选举里面 二则美国自己 明年也要大选 所以他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然后来争取更多的资源 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那么这样的意图 其实非常的明显 而它对台湾所造成的影响 对两岸的影响 对台海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所以台湾内部的争议 是非常两极化的 台湾内部的争议里面 当然就台独的这些 所谓的奉行者 台独路线的追寻者来说 他们当然欢欣鼓舞 他们觉得美台关系达到空前 美台关系好转 看到了实际的成果 可以让他们吹牛 那么代表蔡英文的路线 一路走来是对的 所以美国这样对台湾更加友善 美国与台湾之间升级了 除了将来可以得到更多 从美国购买的武器以外 那么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交往关系 也可以达到所谓的官方性质 或者准官方性质 那么再者 那么在所谓的一中一台 这样的一个路线上面 也似乎看到了曙光啊 所以就绿营来讲 给你打了一个选战的基数 但是问题是 不要忘掉哦 当年的小布什一开始 也很支持陈水扁路线 可是后来发现 事情的发展失控了 反而造成台海的危机了 反而造成两岸的紧张了 美国发现 陈水扁是个麻烦制造者了 小布什一反态度 开始骂陈水扁 痛斥陈水扁 说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 然后把陈水扁给放弃掉了 所以其实蔡英文 跟他的复合者也不要得意 这个就好像当年 小布什跟陈水扁关系一样嘛 一开始给你打基数 让你兴奋 让你台独欢欣鼓舞 热情涌现 但是当美国觉得 情况已经失控 跟美国的利益不吻合的时候 那这时候 美国就会一脚把你踢开 所以所谓的打基数的后遗症 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弃以台论又要出现了 所以基本上 这样的一种现象 其实在台湾 了解两岸关系 台海形势的人 其实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更重要的是 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发展 他一定会激怒中国大陆嘛 他一定会引起中国大陆人民 强烈的反感嘛 所以这时候两岸的关系 会更加紧张 两岸关系紧张了 台海可能就会 被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就更大嘛 这对台湾好吗 台湾的经济的困境 一定雪上加霜 台湾未来可能产生了断交危机 国际空间一定更狭窄 台湾整个的社会一定更焦虑不安 这个对台湾的发展来说 绝对对是不利的 严格来讲 我综合来说 美国这个2049计划研究所的提案 对台湾来说 绝对是弊大于利 但是就短期来讲 可能对蔡英文的选情 会有一个加温的效果 如果说蔡英文要顾台湾民众的死活 要顾及到台海情势的紧张的话 她就不会在台独的路上走了这么久 现在在选举的关键时刻 什么有利于她的胜选 她就会选择什么 所以就像刚才邱教授提到的那样 这个时候的蔡英文就像是被打了激素 那我们看到美国给蔡英文下毒的不止2049 还有美国的一位议员叫克鲁兹 她还提出过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 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法案 是不是也是火上浇油呢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 美国国内在对台政策上 近一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 其实它是有一些共性的 首先要说是谁在背后推动相关的度相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2049计划研究所 以及2049计划研究所 它背后的一些重要的人物 它的那些大佬 反华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那同样这一位议员 您刚才提到的克鲁兹 在对台关系上也是频频地表现 我们还记得今年的10月9日 他是到台湾去进行所谓的访问 同时还参加了双十活动 成为了出现在双十活动中的 第一位美国的议员 所以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是打枪心针 是给台湾更多的 美国眼中的这种正向的刺激和支持 但是我们首先要看到 这样的一种刺激和支持 来自的还是那些传统的 这种友台的人士 传统的这种反华的人士 那其他人在美国对台的关系上 以及中美的这种关系的 大局的设计上 还是相对冷静和克制的 而另外这样的一种支持 我觉得也要分 这个支持它的实质性的作用 到底能够达到哪一个级别 我们说支持有力挺 同时也有油爆琵琶 半遮面 欲说还修 从当前这些议员和2049计划研究所 所推出的一些动向 更多的还是遮遮掩掩 他们希望以这种所谓象征的方式 来认定台湾的主权 这就说明他们心里也很清楚 台湾的定位 以及中美之间关系中的一些基本的共识 是很难触动的红线 一旦触动挑动之后 可能引起轩然大波 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时候 以这种比较暧昧的方式 向台湾抛几个魅眼 然后给他们一些支持 能够达到自己心中的一些小算盘 就已经是他们当前这种计划的 一些直接的目标 而至于真正的改变美台之间的关系 从目前来看 也并不是他们所愿 是 从可能达到的目的来看 未见的过程会那么顺畅 但是它的这样的一种挑动 似乎踩了大陆方面的红线 所以 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些相关人士来说 那么大陆的红线 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近些年应该说 大陆方面画红线 还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心得的 首先在与美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 谈到中方的核心的关切 我们的核心利益 话要说得非常的明白 防止美国因为一时糊涂犯下大错 而另外在一些具体的行动上 包括我们近一时期 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军事活动 指向性应该说也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警告台都势力 大陆不会首先挑衅 也不会首先攻击 但是如果你们不断地玩火 玩火自焚的话 那就自己要为自己负责 所以这两方面的信息 释放出去以后 应该对遏制当前美国国内的 反华的动向 所谓的挺台的动向 还是产生了一定的震慑效果的 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 短期之内跟台湾之间 在很多层面的互动 其实它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帮助蔡英文去助选 介入岛内的选举 他们选择一个更适合 跟美国合作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帮助美国方面在整个亚太地区 来实现它的战略目的 可是如果从一个长远的形势来看 那么对于整个台海的局势 是非常不利的 这会引起台海局势的紧张 会助长岛内台独分子的气焰 所以说无论是对于岛内民众 还是对于台海局势 那么现在台湾岛内的民众 他们做什么样的选择 就至关重要 无论美国方面如何插手 如果说岛内民众 能有一个理智的选择 那么对于整个台湾的未来 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好的 考得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